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诺厨房 我是小诺 今天给大家分享 豆腐最过瘾的吃法 一起看看我的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块内豆腐 内豆腐口感滑嫩 做麻婆豆腐比较好吃 先把它切成长条 然后改刀切块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锅中烧水 水开口降入烧食盐 然后下入豆腐 烧水一分钟 去除豆腥味 这样做出的豆腐也不容易碎 更加入味 一分钟后控水捞出 接下来再切点配料 准备一块生姜 攀碎 然后切成蒜末 再准备一把大蒜拍碎 切成蒜末 一颗小葱 切成葱花 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猪瘦肉 先切片 先切片 再切条 然后剁成肉末 剁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勺豆瓣 再准备一勺豆瓣酱 放在案板上 一勺豆豉 然后将它们剁碎 剁碎后收入盘中备用 洗锅烧油 油热下入葱姜蒜末 肉末 炒出香味 炒香后倒入剁碎的豆瓣酱 豆豉 炒出红油 然后再放入一勺辣椒面 翻炒均匀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现在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白糖提鲜 生抽 一点老抽上色 一勺花椒粉 搅拌均匀 再下入豆腐 用勺子轻轻的推动 然后转中小火 炖4到5分钟 让豆腐更加入味 时间到 豆腐也炖的差不多了 现在开始勾芡 勾芡也很重要 提前调好的淀粉水 要分三次加入 这样能够更好的掌握浓稠度 用勺子轻轻的推动 这样才会上汤汁均匀的裹在豆腐上 烧至粘稠 像这样收火 出锅 再撒上花椒粉 增加它的麻辣感 然后再撒上葱汁点缀一下 这样 这样美味的麻婆豆腐就做好了 色泽红亮 口感又麻又辣 吃起来太过瘾了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